歌本身的灵感来源 就是来自于我们其他个团员的那个 脾气 真的是立刻要爆炸啦 吴建勤先前推出团众 谁是企划王 受到许多人的喜爱 而从节目衍生出的新单曲 立刻要爆炸 MV还特别飞往香港迪士尼拍摄 也让五人回忆起童年时光 聊到这次新歌的创作灵感 也不免让人觉得好熟悉 讲到我们第五位团员 因为他目前身体有一点不舒服 所以我们先让他休息 所以由我们世间情来 handle这个防弹 立刻爆炸这首歌 其实从曲风来说也是很秀的 我觉得如果之前见过我们 听我们的第一专辑的歌曲 它其实有点像 All Day加Iwana Holiday mixed在一起的感觉 然后就造成了立刻爆炸 这个新的秀的曲风 歌本身的灵感来源 就是来自于我们其他团员的 那个品气 应该说应该是来自于他的直播 来自于他的直播 因为我们的音乐呢 是从我们的生活中取得厉害的 其实那时候那个 这个东西一出来之后 很多人在用这个词来创作 倒不得不说我们是最好的片段 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们这个曲风就是 因为大家会想说立刻爆炸 要写那种 我真的很生气的曲风 可是我们是写这种舒服的 因为工作压力很大 摆脱工作 我们现在就想要去玩的这种感觉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很 很适合把这个立刻爆炸 变成一个比较温柔的感觉 对就给上班的一些观众 是可以解放一些压力吧 我觉得这首歌就是 闭上眼睛可以幻想 可以跟你好朋友一起去 游穿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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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重点是我们因为今天很早就开始拍了 对 我们一开门 我们是第一批走进这个乐园的 我们看到那个城堡 真的觉得好梦幻 好像突然在一个舞台剧里面 然后那个很多歌啊 很多舞这样子 因为我自己是还蛮喜欢去迪士尼的 然后 然后原本 因为 就是 你知道原本就是 男生可能就还好 但是就 常陪另外一半去之后 然后就自己还蛮喜欢 然后我们在那个 回到小时候的氛围 因为到迪士尼里面 就会有一种回到小时多 你会觉得自己又在年轻起来 然后 然后可能去之前都会觉得 啊 现在那些东西给小朋友 但是你进到这乐园里面 你就很像 就很像 Peter Pan一样 你就回到一个永远都长大的 网骨的感觉 这次也跟很多迪士尼的朋友一起交流 我觉得真的是让我们觉得 在这个MV里面最难忘的一刻 因为 跟每一个 朋友们都 互动都非常有趣 到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 洛洛华 而且真的没有想到 我们竟然可以在迪士尼里拍 对啊 就是在迪士尼乐园里面拍 对啊 每一个布景都好像在一个梦境一样 然后就搭配我们的这样很有才色的服装 我就觉得说 真的很感谢有这样子的一个合作 然后也推荐大家有空 一定要来 来这里去玩 对 关注你了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